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文名字Dave 目前是匹斯堡中华文化中心的董事长 我是张宏 是匹斯堡中华文化中心的理事 那么自今年1月获得UCACF的基金以来 匹斯堡中华文化中心近日又迎来好消息 他们申请的宾夕法尼亚艺术委员会 PCA多元文化保护部成功战略能力建设资助计划已经获得了批准 那么作为他们获得的第一笔基金 UCACF的支持为他们带了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申请基金的宝贵经验吧 好的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二位最开始是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来接触到UCACF呢 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决定申请UCACF资助的一个过程 匹斯堡中华文化中心跟UCACF是关系很紧密的 像焦德权焦总还有张晓盈总裁 第一届华人大会就去参加了 所以跟UCACF很熟 而且匹斯堡中华文化中心是UCACF的社区伙伴 所以我们就经常总是要收到newsletter 然后UCACF一成立 然后我们就注意到了就决定要去申请 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好的 焦先生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谢谢向您 那就像张宏教授所说的 我们跟UCACF的这个紧密的联系已经流来已久 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 也是通过UCACF的这些同事朋友啊 以及他们的网站的宣传呢 我们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就是基金的 也知道了他们就是说这个基金的宗旨呢 也就通过文化活动 促进这个社区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那和我们的这个宗旨是非常的契合的 所以我们也就专门成立了基金的效助 张宏教授在里头起了非常主要的前线的准备的活动 然后来最终的得到了这个申请的成功 非常感谢 好的 那当二位的团队在申请UCACF资助时 是否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呢 是如何克服的呢 第一开始呢 大家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呢不是很清楚怎么去申请 然后去年9月份我就去参加了UCACF的一个webinar 就说就就讲介绍这个基金 然后怎么申请 然后鼓励大家去申请 是2023年9月份去年9月份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长进老师也在 然后还有其他的人都在给我们很仔细的介绍了 他们要资助的项目 然后审批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所以那个对我们帮助很大 然后因为我以前在学校工作呢 也申请过基金 不光申请过基金 我还去审查过基金 所以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看了这个UCACF的介绍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是对皮斯堡中华文化中心是太合适了 而且也不是很难就是说申请的 还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们就申请了 好的 我们也是非常幸运有那个张宏教授 作为我们的董事之一 就是能够参与到这个整个基金 主要的协作和这个准备当中 那虽然张宏教授说 对他来讲是相对容易一些 可能对我们来说 绝大部分董事来说是 还是没有相对的经验 但是我们配合张宏教授 整个前前后后完成了整个基金的申请 那也非常感谢他 哎呦 焦总 我补充一点 然后我看这个 因为我是去年才加入文化中心的 在这个之前 皮斯堡华文化中心已经运营了八年了 他们每年做这么多工作 所以我看了以后呢 哎呀就觉得他们非常非常佩服 就是说他们对社区付出了非常多 组织每年的组织文化节 组织春晚 然后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这个是太值得支持了 所以从基金审批的角度 这就是很清楚 对我来说是很清楚 是一个非常值得赞助的项目 值得赞助的组织 好的 所以说也就是我们的组织这个资历够 然后再加上我们张宏女士 有过往的经验 包括我们UCECF的一些人 是一起帮助 然后我们一起获得这个资金是吗 是的 好的 那UCECF的资助是否帮助二位建立了 或者帮助我们匹斯堡中华文化中心 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资助网络呢 这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华人的基金会还是比较少的 就是说美国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视工艺 就是说nonprofit这个sector 就是说很多人都在从事nonprofit的工作 特别是匹斯堡这方面特别有传统 有非常多的公益机构 有非常多的公益机构 所以不过我在那个UCECF的 那个seminar那个讲座上呢 认识了高峰导演 他当时在那个讲座上 所以呢 他替UCECF 他是一个电影导演 替UCECF做了宣传视频 所以那个对我的另外一个公益组织呢 那个后来我跟他合作 做了一些宣传视频 所以这个也是通过UCECF认识的一些网络的人 好的 那您的团队在获得UCECF资助后 是否做出一些内部的一个调整或优化 以更好的推进后续的这些资助申请呢 是的 因为申请这个基金以后呢 他们就 UCECF要求我们写报告 每个季度都要写报告 有活动的报告 还有财务的报告 这样呢就促使我们去思考我们的运营 就是让我们的在财务和那个 规划方面更规范化吧 另外呢 也促使我们去考虑近期 中期 长期的计划 就是说从我们这个组织今后的发展 要考虑这个计划 另外呢 还有要做什么 做什么样的新的项目等等 所以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 好的 那个就像张文教授说的 就是这个UCECF这个基金申请下来之后呢 我们确实也是对这个 我们的组织结构以及工作流程呢 进行了一个优化 我们专门建立了这个资助的申请的这个团队 那个张文教授来领先 就是专门负责研究和申请这个 除了UCECF之外的其他一些潜在的这些资助的机会 另外一块就是说加强这个内部的沟通和协调的机制 确保这个整个我们这个所有申请的这些激进项目的顺利进行 尤其是在这个项目管理以及报告 像张文教授所说的这个报告撰写这些方面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上一个问题 就是说确实是和UCECF这个基金的批准 以及最近这段时间的合作我们是非常的感谢 使得我们呢不但是说有这个他们的这个基金的支持 也使得我们有了这些更多的一个曝光的机会 那么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其他的一些资助的机构啊 潜在的这些合作的伙伴 也为我们拓展了我们的这些资助的网络吧 为我们这些未来的一些项目和活动 会打下我相信会打下一些坚实的基础 潜总说的对 好的那UCECF的资助在二位申请PCA资助进化时 起到哪些具体的作用 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申请PCA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吗 这个是很有意思 我们是知道 就是说美国的各级政府部门 就是有其实有很多钱在那里 支持社区的项目 这个呢就是文化中心在匹斯堡这么多年 是蛮有影响的 所以呢 春节的时候 我们就是被州长邀请到宾州州政府去参加春晚 就是宾州州政府州长组织的一个 一年庆祝活动 就是邀请了宾州 费城啊 匹斯堡各地的一些亚裔的组织的 人吧 结果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了解到这个 他们就有人提到我们这个就宾州有一个 Council on Art 可以申请他们的基金 所以回来以后呢我们就去申请 他们正好有这个项目 就给这个Preserving Culture Diverse Culture 正好我就觉得我们非常合适 然后就去申请了 然后这个申请呢 它我们文化中心是运营了9年 还属于中级机构 还不是那种最新刚刚的刚刚开始的机构 所以呢 它呢这个州里的这个资金 就专门要帮助我们去发展我们这个机构 让它更稳定更长久 所以还是很那个有针对性的那么一个基金 好的 我没什么不同的 张宫家人说的非常全面 好的 那在申请PCA资助时 你们是否也在申请过程中 提几个获得UCACF基金折移成果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我们很骄傲的 因为我想想啊 对 就是说我们申请基金的时候呢 要给基金委员会 要向他们表现 我们确实是在努力 在往后发展 所以呢这个发展的 我们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申请基金 所以呢当时我们就只有UCACF这一个基金 但是我们就赶快就很骄傲就提了 我们已经申请到了一个Foundation Grant 在这个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申请过一个基金会的基金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开始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就是类似于作为一个我们申请基金的一个成功案例 然后成功推动我们PCA的一个资助计划 Exactly有了第一就会有第二第三第四 好的 这是这个 这个UCACF作为我们第一个成功的案例 对之后的这个 Persolvenia这个Conserval Art这个 这个评审的结果有积极的推动 完全同意 好的 那对其他希望申请多方资助的组织 因为我们了解到有很多这种 像比斯堡中华文化中心 类似于这种的华人组织 他们希望去申请像州级政府啊市级政府 这种有基金的一些项目 那二位能否给他们提供一些经验的帮助呢 对 是这样 就是美国实际上 从政府 从自然基金会 整个社会里面 有实际上是有很多钱 来赞助各种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项目 你有一个想法 就会有一些人 来支持你 比如说你类似的组织 比斯堡文化中心 是一个华人移民的文化艺术方面的一个组织 所以呢我们就去找这个方面的基金 从政府或者私人基金会 比如说你可以去看一下跟你类似的组织 他们都有哪些人赞助 所以这个就给了你一些提示吧 比如说我们这里 我们下面 我们目前正在申请两个基金 一个是 郡 County Level的一个基金 另外呢 也是一个 City Level的 City和州 就是市和州合作的那么一个项目 所以 这里有一个基金呢 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印度武团 从他那里得到的提示 他们说 他们去年得了这个基金 所以我们说 OK 那我们跟他们也是一样嘛 所以就去申请他们这个 谢谢 这个申请的这个项目呢 与这个基金方组织 他们资助的方向是高度的匹配 所以要有这个Match 这是我想就是第一点给大家的建议 第二点就是说呢 就是在申请过程中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 就是说 你 撰写的这个项目计划要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详实 而且要有说服力 你要有明确的这个对项目的目标啊 预期成果呀 以及影响的这些表述 要非常的明确 当然呢 就是第三点就是说 在您的组织呢 建立这种良好的这个内部沟通的机制啊 以及这个明确的这个项目管理的机制 让大家协调的去协作 作为一个team去完成这个项目的申请 也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提高你这个项目申请 这些资金的这个执行的效率啊 以及这个成功率啊 也祝大家都好运 好的 感谢教主席回答 那么想问一下 二位在获得这些资金之后 我们的匹兹堡中华文化中心 在未来是否有一些计划与展望呢 哦 很多很多 申请它了 然后我们就是 就在 申请这些资金以后 就让我们想了很多 我们中期长远计划 很令人激动 很让人兴奋 实际上 比如说我们想 第一 把这个我们这个组织怎么样更巩固 另外呢 申请到更多基金以后 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项目 然后请更有名的艺术家来呀 做更好的节目等等 或者是去做新的节目 甚至我们还想 我们现在文化中心完全都是志愿者 没有专职人 然后要做得更大呢 可能就得需要有专职的人来做 这个是很必须的实际上 然后我们还在想 以后我们现在 而且也没有我们自己的建筑 没有自己的房子 如果有这个 有一个比如说 有我们一个 community center的 physical 就是一个建筑的话 里面可以有办公室 有排练室 演会议室 演出 演出 厅等等 作为我们一个社区的中心 这样的话就会 反正目前还是梦想了 但是希望以后能够实现 这个焦总应该能够补充 对 这个 最近听到 这几个基金申请的成功的 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鼓舞 我们其实 之后也有更多的会议去讨论 未来我们这个 皮斯堡中华文化中心的发展 以及将来的这个方向 皮斯堡中华文化中心 最初成立于2025年11月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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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也是我们这个 就是当时第一次 皮斯堡中华文化节 就是成功的组织之后 因为当时是整个这个 整个社区 就是各个组织联合发起的 第一届的皮斯堡中华文化节 之后我们觉得 应该有一个专 专门的组织去把这个中华文化节 去继续进行下去 当时在2025年的这个 11月成立 那到现在确实是已经是 第九个年头了 那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非常非常的 相心里非常的非常的好 就是不同的董事在他们擅长的方面 就是做了非常大量的 我们的工作 然后作为一个团队呢 我们就也是这个团队的这个 合作的精神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一直能坚持了九年 那明年我们会迎来我们的十周年 希望能给社区做得更多更好 就像张无赵所说的 那我们是希望期待的能够做更多的 为这个为我们中华文化的在这个海外的宣传 为我们整个的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的成员 我们社区不同的文化群体呢 能够有更多的这个通过我们这个 更大的一个活动的规模 去整个做好 共同推动这个社区文化的这个多元性 以及包容性的这些发展 对于我们本身的这个组织来言呢 那个我们未来有一个这个 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 这个 building 也好 就是能够更好的 长期的稳定的发展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也考虑到这一层面 当然呢 将来有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一两个甚至更多的 就是专制的人员来参与到团队中的组织 和建设对我们这个未来的发展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管道中 通过我们这个基金 对我们这个不同的基金 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我想在这个正确的方向上 我们会越走越好 越走越远 好的 感谢焦主席回答 也祝我们皮斯堡中华文化中心 越办越好 再次感谢焦董事和张宏理事 为我们大家分享的宝贵经验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